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礼拜二的旗鼓先知节目 今天的节目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大铃哥一定要在今天的节目 很详细的 很隆重的跟你们讲清楚 第一个重点 鸿海 鸿海今天出现的 这个贴席的状况 加权指数 涨了这么多 涨到两万三千点 鸿海这么强这么强的股票 结果它今天除息 既然出现了贴席的这个状态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我跟你讲 不要太慌张 今天如果你买鸿海 要参加除息的人呢 基本上 要看的都是长久的基本面 OK 但问题来了 因为它涨了太久 结果今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它出现了贴席的状态 所以这个 警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档很好的股票 很强势的股票 它在除息的时候 居然 出现了贴席的状态 那应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的节目两个重点 第一个 大铃哥要教你 鸿海贴席 应该怎么办 第二个 台子骑 就是 骑子 这个 台子骑货这个商品 今天 它出现了 即将要出现大波动的这个机会 因为今天加权指数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盘 它出现了翻空的这个迹象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铃哥有带会员在做棋子 而且我们 驱逝单不会轻易的出手 今天 今天我要很隆重的告诉你们 加权指数 它由多方 开始转成空方了 我们前面 开始做多单的时候呢 我们的趋势多单是一口单 赚30万 那我今天很隆重很严重的 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加权指数它今天有出现翻空的迹象 后面 台子骑一口 很有机会 再出现赚30万的这个机会 好 节目一开始 我要跟你讲为什么鸿海今天的K棒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在看K棒 如果 交易经验比较不多的观众朋友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时候K棒会出现一个大条空 我看起来好像要大崩跌 其实我跟你讲 K棒它其实主要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一般K棒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还原的K棒 为什么会有还原K这种东西出来呢 主要是因为要参加除全息 因为除全息基本上 它就是 股票 它配股息给我们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从股价这边扣 这个价格下来 我们拿到这个股息之后 股价它会出现扣股息的跳空 可是问题来了 它这个是从原来的价格去做扣除 它并不是真正 价格下跌 造成的这个滑落 所以正常来讲 我们通常都要用还原K 有时候什么时候会看 就是除全息这个时候看 我举个例子 鸿海像这个 鸿海 目前你看这个K棒 它就是所谓的一般的K棒 你看它今天 因为除息 除了5块4 5块4毛 结果它出现跳空 打下来 如果你单纯看这个K棒 你会觉得说天崩地裂 好像快要刮掉 太惨了 好像我很 感觉明天要大跌特跌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跟你讲 这是一种错觉 但是你把它用所谓的还原K棒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 K棒的排列 它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实物实 它的走势 就会依照它原来 未除息前的状态 它预先去做计算 你的K棒 就不会出现 所谓的这种跳空的现象 你在判断上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 有人就问我说 那大跌特哪一种K棒 我会跟你讲 在除全息的前后一个月左右 你用还原K 这种东西来看 你在看K棒会比较客观 因为 你在除全息的前后这一个月的当中 他的K棒 想要参加除息的人 他就会预先卡会进去 除息产生跳空 他在未来这个月 他也会慢慢去修正 原来的这个 价格 Gap 轨迹 所以我也跟你讲说 只要这张股票 他是要开始 进入除全息的时候 他大概前后一个月 你用这个还原K来看 这个会比较准确 会比较OK 好 那我们现在 又回到今天 重点 鸿海 本来大家都非常看好看好他 今天 要干嘛 秒填息 结果 今天一开盘 开盘我记得应该是 212最高 213才涨1块钱 结果就怎么样了 马上出现了 大铁息的状态 他为什么今天会除息失败 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 你来看一下 鸿海 还原K 昨天 他顺利收个红棒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大家是不是预期今天应该要很顺利的做填息的动作 所以你看昨天的红棒的这个低点 是多少 209 代表说我在除息前 我最后 进场要参加除息的人 我就预期这个209应该就是一个最低一个button 因为预期要马上天息 结果你看看今天 鸿海开盘 他开盘价还不错 他开212还开的 相对高 有算有点天息 结果你看 开盘的第一盘 就是这种5分K盘 第一盘 他就是一个大量 不涨的这个黑K棒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一开盘 大家就 后面参与者想要马上去参与 填息这个人 意愿其实是不大 而且甚至开始在做卖出的动作 结果我刚刚有没有讲到了 预期 顺利填息前 最后的那个低点是多少 209 结果你没有发现 今天209 一旦 开始 跌破的时候 就开始 出量 往下做灌压 OK 所以依照这两个判断技巧 我们就大家可以知道说 洪海今天盘中就知道说209跌破 大概就不行了 开始要往这个 贴息的状态去走 所以 这是一个判断技巧 这个技巧你们可能不知道 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就是 等一下大铃哥跟你讲的 那 重要来 洪海 因为他目前还在200块以上 处于这个贴息的状态 他有没有可能 产生 第二波加速 这个贴息的状态 你要特别注意 大铃哥 已经在Lenite 写出了 礼拜三 洪海 他的开盘价 开在什么位置 你们要特别小心 他会开始做跌破200元的 这个往下修正 因为毕竟 过去的一个多月 他都呈现一路涨 都没有做休息 太多人太多人预期强烈 去做强劲的动作 那今天出现的贴息 明天的开盘价如果还不够强势的话 小心他会做跌破200元的这个 假性的修正 为什么会有这种修正 洪海是大全职股 跌破200元 请问 大盘 他会不会跌 一定会跌 那我今天开盘就 节目一开始就跟你讲 加圈指数今天出现了翻空的机会 出现翻空的机会 往下的修正 几率 可能应该是要往月线那边去做攻击 为什么原因 因为大林泰之前节目就跟你讲 因为 SARS 背半指数 他已经领先回撤了月线 OK 那我讲一下 为什么 棋子去之单 我们一般不会轻易去出手 因为我们把加圈指数当作一档很好 很好的股票来做 长期的做交易 这一档是6月6号 我们在台子期 带领我们的会员 开始布局 趋势的多单 一路打上来 一口单 一口单 就37万 所以我很隆重 很严正的跟你们讲 趋势单 大林哥不轻易出手 可是一旦我出手 基本上都是几十万起跳的 今天加圈指数 已经翻空了 你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我们准备要 出手 趋势空单 好 节目有第2个重点 我刚刚说过了 趋势单 开始要做出手动作 一口单 很有机会 获利30万 耐红海 贴 目前是贴息状态 以后有没有可能填息 我跟你讲 百分之百会填息 问题是 他要耐过 下面修正的这段期间 今天大林哥特别推出了 影音工业教学 这个是影音档 意思说这个 影音内容 我只教你两个重点 第1个 拍子期 我们如何用一口单 获利30万 OK 第2个 如果你本身是有洪海 我要教你 如何干嘛 如何 做V转 填息的这个策略 因为洪海 他是真的一个好股票 目前贴息 没办法 市场 因为过度乐观 造成他后面这一波的修正 可是你放心 他一定会填息 问题来了 你怎么知道在什么地方开始填息 我就是在这个影音工业版的教学 我要告诉你这两个重点 第1个 台子期 我们如何 教你 一口30万 第2个 你洪海 想不想 V转 转填息 OK 电话 就是这个 7725 1500 你有兴趣 赶快打电话进来 这个影音档 可以让你免费一直 repeat 让你一直学习下去 我要告诉你这两个重点 有兴趣 赶快打电话 要不然的话你就到我的Lighter 来跟我做询问 如何 索取 这个 影音工业教学 教你 棋子 还有洪海 V转 赚填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方产业 并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